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因为很多大强度的训练女孩子承受不了 可是 在国内和国外历史上 也曾出现过很多优秀的女军人 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想分享的女军人 首当其宠就是中国的花木兰了 在北北那个兵荒马乱的时期 木兰依然决然地选择带父虫军 从此开始了她长达十几年的军旅生活 去宾馆打仗 对于很多男子来说都是艰苦的事情 而木兰既要以马身份 又要与伙伴们一起杀敌 花木兰最终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数十年后打了圣仗凯旋回家 她的故事对后人广为流传 她的精神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保卫国家 可歌可泣 下面再来说一位了不起的女将 她就是秦良玉 秦良玉的丈夫被害后 因自己儿子马祥林年纪还很小 于是秦良玉选择了带领父职 秦良玉曾率领兄弟秦邦平 秦明平先后参加抗击清军 舍崇明之乱 张献卓之乱等战役 她胆志过人 擅长其胜 又擅长做文章 姿态风度衔静文雅 行军至兵 号令严明 战功锦赫 被封为二品告命夫人 她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做了王朝宁将被单独立传记载到正史将项列传里的金国雄 再来说一位继彼从荣的女军人作家谢兵营 她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兵 也是第一个女兵作家 她从小跟随父亲读四书五经 后来读书未毕业及投彼从荣 1926年考入皇府军校武汉分校 经过短期训练 便开往北化前线与敌人乐战 后来因坚制出赢为马州国皇帝府一访日 而被日本特务逮捕 在狱中谢兵营大意凛然 英勇不屈 当面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 受到极为残酷的脑星 执行 变形的严重摧残 七七事变 她回国组织战地妇女服务团 自愿团长开往前线 在火线上救助了大批商员 并做了大量的宣传股东工作 还有一位值得钦佩的女军人 就是原苏林女飞行员莉莉亚利特的亚克 1941年 苏德战争爆发 莉莉亚接受了半年的密集训练 后来她和队友们组成了586战斗集团 在距离斯大林格勒200英里 远的撒拉托夫开始了战斗 1942年9月13日 莉莉亚正平第一次击落了梅塞施密特109战斗机和荣克88空炸机两架敌机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击落敌机的女性 后来 她还曾击落了一架尤德军王派飞行员 驾驶的梅塞施密特109战斗机 另外一位是安德伍迪将军 1955年出生于美国的军人世家 为美国首位女性自新上将 是美国陆军装备司令部的最高长官 邓武敌重军33年 成绩北南 先后参加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获得15枚奖章 像树叶结出贡献奖章 国防幼致服务奖章 结出服务奖章 双向树叶军团勋章 国防荣誉奖章 军队贡献奖章 军队贡献金奖等 此外 她还有后勤学 国家资源战略双硕士的头衔 她做任何事情都很出类拔萃 每一位陆军将领都认为 她是个杰出的女战士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优秀杰出的女军人 看到的都是她们成光和光鲜亮丽的 可是在现代部队中 女军人究竟何去何从 我给大家分享几组照片看看 看到这些照片大家什么感觉呢 除了心疼和联系之外 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幸福 能被这样一群用生命为国家献身 保护民众的可爱的人保护着 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 我相信 未来如果真的有战争 我们这些可爱的女军人一样 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捍卫国家 保护领土 我们很放心被你们保护 欢迎关注老兵道 最有望的军事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